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 热线直播节目 在中国被称为防火墙之父的 邮电大学校长方斌兴 5月19日到武汉大学演讲时 遭到学生的抗议 据传闻有一只鞋击中了他 那么有人说学生这种行为有些过激 但是也有人说他就是一个网络红哨兵该杂 那今天我们就请本台投约评论员 杰森博士对此进行评论 杰森你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方斌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刚刚开了博客还没说几句话 就被网友所围剿 而且一天之后就不得不关闭了自己的博客 那么这次又成为新闻人物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现在又成为热点呢 对就是说他本人的话 就是说有一系列的这头衔 比如说是这个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长 同时2005年他还被评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而且呢他最最出名的是他呢 他在这个所谓的中国这个国家防火墙 这个项目中处于一个关键设计师的一个地位 所以说呢有人把他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 当然也有人把他称为网络红卫兵 就是说当然他这个本人的话是极其就是说就是随着中共的政治言论走的 比如说在整个中共逼退这个把这个Google逼出中国的过程中 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而且呢在网上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说当今年年初的时候 当美国国务院评价中国这个网络自由有问题的时候呢 他第一个跳出来说美国网络也被控制 就是说他本身来说的话就是说呢 是一个就是说呢一个非常就是红的 非常跟着中共走的一个一个科研人员 无论上讲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对他从他的所作所为 从他的各种表现对他非常厌恶 就出现了前期他去年年底刚开博客就被围剿 那么这次的话呢就更激烈一些了 就是说这次就是说大概是五月十 大家听到五月十九号他要去五大集团机器讲演 立刻在网上就掀起就是说全赏这个砸他 然后呢就是他五大十九号刚刚下车就被三个网友认出来了 一个网友拿出准备好的鸡蛋砸没砸中 这个很机智的脱上两只鞋砸了一个另外一只 砸中一只另外一只被别人挡住了 然后呢迅速的整个这个过程是在这个 国际上那个推特上是这个现场直播的 然后立刻他的这个当时砸他的这场景 照片都放上来整个网民就是非常雀跃 然后呢整个这个对那个砸的那个人的那个 这个奖励啊已经排了好几页了 几乎那个人现在就我看那个给他奖励 就是说包括旅游免费旅游的 从北边的黑龙江到南边的云南 到处他可能都免费旅游给他买鞋的 给他那个就是说包装免费用用就是送拥抱的 就是说整个这个事情就可以展现出来 就是说呢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个砸人 砸他的这个网友的这个鼓励 另一方面是对他的仇恨集中在一体 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件 那你说到他在去年的博客被封了之后 也不是说被封了是在网友的围剿下 他不得不自己关闭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他说他是为国家做出了牺牲 您同意吗 哦他总是习惯于给自己贴金 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了 就是说呢互联网封锁 绝绝对对是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是有害的 他特别是对于第二代互联网的东西 比如说Facebook Twitter 这个YouTube 甚至Google这样的就是代表最新的网络技术 或者网络潮流的东西 中国全部封到了世界之外了 所以说对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的发展 对于技术人员获取技术 方方面跟国际交流都是一个巨大的制约 它是对国家有害的 那对国家有利其实完全是幌子 这是对谁有利呢 对中共有利 对中共的这个信息封锁有利 对他个人有利 他通过跟中共的合作 使他成为一个红色技术人员 然后呢一路升迁 你看他升得很快的 所以说呢本身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呢是赤裸裸的一个谎言 所以说很多人对他说就是用国家利益来描述 大家对他的仇恨 是好像还是英雄一样 其实呢蛮可笑的一个说法 那有人说这扔鞋的学生啊 是有点好像发泄这个愤怒 对 然后缺乏修养 然后有一位邮电大学学生 他说仔细想想 这分明是缺乏对别人的尊重 和缺少自身的修养 您怎么看他这种意见呢 但是你要知道了 就是你看得看这个人做的是什么事 方毕竟他把整个中华民族 挡在国际信息之外 他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是巨大的 同时的话呢 他居然以国家利益为借口 然后呢描述他这个所谓的这种 对于民族的伤害 又是对全国人民的一个智商的侮辱 所以说呢 你从各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其实呢 他是最大恶极 就是错在先的 另外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孩子呢 他不是女的 不是扔的高跟鞋 一针见鞋的高跟鞋 就是他一般的鞋 就是男孩子鞋 臭一点 长大的目的 所以说就基本上就说 我想就是是一个好事 就说某种上讲的话 就说呢 用这种臭鞋砸他一下子 敲打他一下子 某种上讲呢 是对于中国这个 相关的技术人员 是一个提醒 对他来说的话呢 也是一个警告 我觉得没有什么错 而且呢 这个孩子本身来说呢 他有正义感 他有大是大非 就是说呢 就是小事上 我就说这个大是大非的话 是非常关键的 大是大非 而且呢 敢于行动 这是真君子 所以说某种上讲 我觉得孩子没有错 那你说对他 也是一种 就是说警示 对 那你觉得他意识到 这种警示吗 比如说这一次 他受到是一只鞋的 这个攻击 对 那下一次可能 就是其他东西了 你觉得他意识不意识到 这样做 对他自己是很危险的呢 本身来说的话呢 他本人意识不到 意识不到 可能已经他没法说话了 因为他已经形成 就是帮着中共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黄火墙 已经把中国人民 已经隔在黄火墙之外了 但是呢 对他周围的人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 是蛮大的一个帮助 就是说呢 至少我感觉就比如说 网友有人调侃 就说起来说 可能以后他开会的时候 人家就说 老方麻烦坐那边点 一个人坐着 就是说 甭说一下讲的话 就可能就是说 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实际上让很多其他的人 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跟中共为伍 而与全体中华民族人民为敌 这样的一个角色 会被人们怎么对待 甭说一下讲的话呢 我感觉的话呢 就是说 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 是蛮有意义的 那我们知道 在国际上一些场合 就是在过去的中国 你很难看到说 一个学生 或者一个普通的人 拿一只鞋去 砸一下 他不喜欢那种官员 或者领导 那可能在国际上 通过互联网 大家都看到了 比如在国际上 这个被鞋砸一下 那个被鞋砸一下 那么大家也就学会了 那么对这些学生来说 我们看到网络上 有很多的这种调侃 比如说有人 你刚才提到一些 还有人说 如果有人见到 这个方斌兴校长 能不能跟他说一下 替我送一把伞给他 还有的人说 拜托你能不能 不要跟我们坐在一块 你坐在另外一个地方 免得我们也 遭到这个 被砸邪之殃 那您怎么看这种 网民他们的这种想法呢 他们这种说法 其实从整个网民的 这个反馈来说的话 这个事情本身 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就是说呢 某种意义上讲 是这么一个有趣的事 就是说呢 中共还是个执政党 当这个政党 还拥有一切权力的时候 而他的政策 已经被网民 用这么臭的方式 在攻击的时候 你几乎你看不到 在哪个政权的情况下 他有这样的 就是我唯一能想到的 可能就是说呢 比如说日本人侵略 中国的时候 那个汉奸这么被对待 就是说呢 某种意义上 你在执行一个政府的决定 而你却被整个人民这么仇恨 只有汉奸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 我更觉得 就是因为中共本人 他不是来自于中国 他实际上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外来的一个思想 侵占了中国 那么他在与中共为伍的时候 某种意义上 我就像民主汉奸这样的态度对他 那么整个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到这样一步了 很多网民说 以后我们就是已经成立了这种 比如说是叫做 砸这个就是方兵星协会了 基金会了等等这样子 当然未来是不是还要接着砸他 这个我觉得呢 倒不一定就是说呢 我们一定就是遵循这一个道路 去一直砸着他 要把这个面看得更广一些 因为毕竟这个中国互联网 这个封锁不是他一个人形成的 虽然把他安了一个支付 这样的名字 可能也高抬他 因为整个这个技术 蛮复杂的一个技术 实际上有必要的是 网民进一步的看一看 在各个领域 在封锁中国信息的人 到底是谁 就是某种意义上讲的话 虽然中共他作为一个整体指挥 这个事情 致使因的一个政党 但是的话呢 如果没有底下的人去具体执行 他是实现不了的 中共当然已经臭到头了 没人再会去接着 有兴趣就要去骂他了 那么主要的就是呢 在中共目前控制下的话呢 这些 还有个人 作为人主动权的这些技术人员 希望我们大家能看到这些人 找出这些人 接着 像对对方崩兴一样的这样子 直到把整个这个领域搞之后 没有人愿意搞这个领域 就像是你在美国不愿意去搞烟草 研究一样的 谁搞烟草就绝对像杀人一样 你形成这样一个气氛的话呢 某种意义上讲 是实实在在在解决中国的互联网封锁的一个问题 你最后都是一些草包去搞互联网封锁 真正有智商的人 都不愿意参与其中的话 那整个中国互联网其实封锁 也就会逐渐逐远的衰退下去 而且这些官员他和五毛党是不一样 因为五毛党你是看不到他 你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这些人都有官职的 你知道他是在做什么 他到底是哪一个人 对 而且他整个他做研究过程 他会出文章 所以说根据文章你也知道 谁在做这个领域 事实上呢 就是不光是方明星这一个人 要把这个领域的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搞臭 让这个技术领域的所有的人员 他都羞于做这样的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互联网可能有所帮助 但另一方面的话 更实质的意义这样的做法 就是说呢 让大家走出来真正的去 因为现在很多翻墙软件嘛 如果大家都去推广这个翻墙软件 这个翻墙软件很好用 我自己用过 如果每个人都去用 整个用的过程中的话呢 就是说不光是现在局限于5% 10%的人去用 如果50%的人去用的话 整个墙形同虚设 那么在这个时候 是实在地侮辱了这些 就是整个是 让这些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参与这个 垒墙的技术人员五言也对 某种上讲也是从技术上战胜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可以接触做的事情 那么这一次除了杂线之外 很多人把这个方斌心 称为是叫毛泽东共匪 看家护院的一条恶犬 网络红绍斌 您觉得这个 给他关于这样的头衔恰当吗 实际上就是说呢 他们说的这个都是一个意思了 就是说呢 我们前一段谈过了 就是说呢 实际上中共 不管是作为一个执政党 还是作为一个意识形态 还是作为一个就是说呢 思想的一个文化的代表 它在中国已经被非常边缘化了 就是说呢 所有的中国人呢 其实已经看到了它彻头彻底的本质了 中共位于就是在中国未来的地位 其实已经是就是说呢 只是一个属日子的过程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大家其实关注的更多的问题是 谁在还在和中共为伍 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 这个方斌心这个人 他确实是沿着中共给他指的这条道路在往上爬的 而他这个其得到的结果 个人利益得到个人利益的结果 对人名声的结果的话 是跟中国中俄中华民族为敌的 那么在于这样的人的话呢 实际上网民现在已经转移关注到这样的人了 对于这样的人的这样子 你可以说是攻击也好 你可以说是谩骂也好 但是我感觉呢 它是有意义的 是有正面效果的 对于这样的人 就方斌心这种典型人物 如果你攻击力越多 你可以使其他的 这个走入方斌心这个行列的人 可能会越来越少 估计越来越多 某种想讲是在挽救那一批人 某种想讲的话呢 所以说呢 你要从这点来说呢 这个用斜杂方斌心 其实呢也是一个善举 所以您觉得这个事件之后 还会有什么长期的效应吗 这个事件之后呢 我感觉的话呢 就是说可能就是从中共那边的话呢 可能是不是对方斌心要特付保护一下子 就是说 对这个以后要确实按你说 会随身撑闪的要多一些 然后呢 那个当然就说 与此同时我刚才说的 就是呢 网民来说的话呢 不要把关注力只冲在一套 虽然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大家就很多人说了 哇 这个今天真是高兴啊 说是砸了一下 方斌心就这么高兴 哪天中共倒了 那酒店是不是还是连轴转的吃息了 就是说 当然就是大家就说 是很愉快的一个事情 但是事情本身的话呢 互联网并不是砸它一下 就能把互联网砸倒的 还得告诉大家去努力 努力办法就是说呢 进一步去砸 跟其他跟互联网封锁有关的 其他技术人员 同时的话呢 尽量推广这个翻墙软件 使中国人更多的人去翻墙 让这个墙形同虚设 每个人都是武林高手 撞就过去了 所以整个这个墙不存在的时候 也没人理这些裂墙的人了 好 谢谢杰森博士 那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那刚才杰森博士谈到了 中国有很多的这种破网软件 那也许破网软件 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更多的信息 那么更多的人使用也就越安全 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